都是我的责任 算了 我就知道 想要抓住他 没那么容易 虽然老黄的指认不成立 但冯美金赌博和隐瞒 伤情是存在的 他就是那个内鬼 你一直不说 不说话 你该不会又怀疑我吧 为我那么分裂吗 我在想 接下来跟拿冯美金怎么办 11020这个案子 过去的时间太久了 除了那一百万的联号赃款 能找到的线索几乎没有 我看还是得 从湛羽案下手才行 110报警电话的声音对比 结果也出来了 报案人使用了变声器 现场声音也很嘈杂 不能确定的就是冯美金 所以我们只能放人 二子版泡面有这么好吃吗 你这个面 还是差了点意思 跟二子煮的 两个东西 臭肉吃吧 只有多余给你煮 我怎么那么小心眼啊 能接受批评才是进步的开始 要说吧 二子啊就特别有创意 他会往泡面里挤点柠檬 再放点什么辣椒什么的 你的味儿像的别提了 你这面一定有什么故事吧 我们在武警特战队那会儿 第一次到境外吃羊肉 是野外 环境特别恶劣 那个地方哪是人吃饭的地方 这地方吃人还差不多 二子啊 看到我们有一堆零食和泡面 他就研究好了 就做出了这碗面 直接把我的血腿部服务给治好了 从此往后 我但凡有个头头脑热 必须得来碗这个泡面 你吃得这么好 你就说吧 这事怪不怪 我怎么听说 你们这流氓三人组 在武警特战队的时候 没使二领导头的吗 抗命违规 那都是家乘面饭了 我们仨那叫三剑客 直客接音 三缺一了 你要是有兴趣 我欢迎你加入 等你真的洗脱罪名以后吧 万一那天 我把冯卫星逮捕归案了 又发现你才是真凶 那我那事警服可真的就脱了 赵定外 你有没有觉得 咱们俩是一类人 骄傲自负 绝不服输 如果当年你也在进度支队 咱们四个人 肯定能尿到一个狐狸 但是你这个人啊 太闷了 季晓鸥啊 他却不喜欢闷呢 他嘴上越说你是超流氓 心里就越喜欢你 你少在这儿跟我炫耀啊 你是真不怕我公报私仇是吗 你不会的 因为你不是那样的人 对不起啊 哥们 什么意思啊 你这话说得 这话说得我心里肉肉掉了 因为我 害得你到现在还关在这儿 那要不然 你现在把我给放了 真凶没落网之前 我可没这个权利啊 只能委屈你一下了 在这儿再好好待一会儿 还有晓鸥 行了 行了 客套话就不用说了 这个事啊 也不怪你 要怪只能怪那个凶手 凶手太狡猾 咱们太善良 说真的 你说我见过最牛的心情 现在你跟老程联手 我在这儿啊 我一点都不急 我就踏踏实实地 等你们的结果 听你说这些话 我心里舒服多了 你就好好在这儿待着 外面的事交给我跟老程 你又没有时间 就看看晓鸥 你真不怕我趁火打劫啊 打劫的心 你肯定有 但季晓鸥 绝对不会被你劫走 这一点我还是清楚 行 这个人啊嘴上不说 其实心里比我还急呢 我真没想到你能这么快 就是复查了分事现场 还好有你 我相信这个案子很坏就会破 我相信你 如果确认头发就是冯卫星的 那你赶紧抓人啊 晓鸥还等我回去呢 那个 季晓鸥说让我给你带句话 说什么 你肯定说啊 他跟我说啊 就让你在这儿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多休息 回里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你说这丫头啊 行了 行了 自己跟这儿没吧 我走了 一定会有好结果 会的 这是在你家卫生间调顶里发现的 一百万联合资款 湛羽的手机 一把带有湛羽血迹的刀 说说吧 还有记起不是 小欧现在怎么样 你有什么脸跟我提 mighty小欧啊 你不是很爱她吗 你怎么对她下得了狠少 说说吧 我碍你夜当晚 你怎么杀的湛羽 那天 我无意听到老黄和燕京的对话 为了掩盖这个秘密 我必须要杀掉他们 我知道燕京不好对付 所以我必须做好周密的计划 我利用给他送饭的机会 记录了小区检恐的位置 我提前往好了坑 打算把燕京的尸体藏在哪儿 即便被人发现他消失 警方在展开调查后 也可以归咎于小美人和刘伟 对他的秘密处死 酒和毒鼠墙 都是我在库房里拿的 这对我来说 是轻而易举的事 为了制造不在现场的证明 跨年夜当晚 我就借机带方妮安回了家 在柚子茶里 放了安眠药 对 我 在柚子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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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不在探头里 留下我去过 严谨家的证据 我先走往区 进入安全通道 并将清洁工夫 藏在了地库垃圾桶里 我 这一年 都进行得很顺利 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那晚湛羽 会突然去找妍景 哥 你在吗 哥 快 你终于快见我了 我知道你今天特别收莫气 打我你狠狠的 打你 我都心脏了我的事 滚 湛羽的出现 的确扰乱了我的计划 温妥其间 我打算放弃 冯大哥 您怎么在这儿 我 我在找严谨 我刚才听见你们在里面吵架 所以 我就在这儿等着 是 湛羽 怎么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你说话呀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他 更对不起小欧琪 你这说的什么也乱七八糟的 到底怎么回事 我根本就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我就是个畜生 我连救命恩人都敢出卖 这人不怕犯错 知错就改就是好人 你还这么年轻 可不能自暴自弃啊 我没救了冯大哥 我是毒贩 我没救了冯大哥 我没救了冯大哥 你还要救你 我没救了冯大哥 你把人们打造麻烦 还你被人家的伤害 你还是是有强烦呀 你呢 你现在那种伤害了 我严谨 他也没救他 你还能验他 我对不起 dispar戏 我你不是要疼的 你呢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小心你 你肯定了 你这些胖子 你肯定了 Cha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干什么你 让我喝完 他再也不会相信我了 没有人愿意再相信我 湛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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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送你去医院 走 阿修 我问 要问你 你不是来找严 你不是来找严谨的 你 你是 你 严谨 你不是来找严谨 你不是来找严谨 你是不来找严谨 我肯定是在弥谨 你不是来找严谨 你不是来找严谨 这才是似于 你来找严谨 这才是似于 我找严谨 你不是来找严谨 我找严谨 有点 有点 感导 人已经死了 我只能按照既定计划 先将人运出去 在我搜身的时候 意外发现湛羽的口袋里 有严谨的大火机 就是这个大火机 让我立刻萌生了 杀人嫁祸的想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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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合业》 用回放功能把它调到相应的时间播放 你啊 你啊 饿了吧 喝碗粥 我知道景平一个大火机是没办法嫁祸给严谨的 我必须进一步给严谨制造作案证据 并想办法把这个案子闹大 第二天 我又回到了埋湛羽的地方 你再买安 爹 师父 daha 男人 阿嬷 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案发当天我一直跟踪着邓坤 向司机把邓坤干掉 好拜托这趟苦水 我看到严谨被邓锋枪击之后 我当时误认为严谨已经死了 谁 我 别开枪 坤哥 是我 你怎么才过来 今天的行动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小心 正当我离开的时候 孙嘉宇醒了 我当时是为了保住我的身份 不得已 当时我右肩伤得很厉害 确实是用左手指枪 这一点 那个老黄没看错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要见严谨 局长 申讯我都停了 辛苦 你要见他吧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谢谢 谢谢 我又遇到那个小姐姐了 她叫季晓鸥 居然是季大夫的女孩 这世界可真太小了 她居然没有责怪我上次的不告而别 反而还让我去她店里工作 看上去是真的想帮我 我去不去呢 貌似没有时间再做第二种工作了 最近出了太多事了 小姐的店被砸了 严谨居然也是程为敏的人 她早就砍穿了 希望我不要死了她 小姐 对不起我骗了你 我其实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但我想好了 等妈妈的病好一些 我就去自首 其实改过自信就是新的开始 我不会放弃的 希望你跟严谨能早日在一起 你一定要幸福啊 小语 吃饭了 小语 吃饭了 小语 吃饭了 欢迎二位 来四人流年 请问喝点什么呀 来杯口温 这家血飞 成 吃点什么 来给我呀 还是我来煮吧 好 那我冲咖啡 你现在真可疑 三天就得来一碗 我现在就好这口 下午我和你嫂子去看颜慎了 她状态不错 是啊 她都放了一圈了 下回你见到她必须得告诉她 该解肥了 你们俩不陪我喝点酒 喝不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规矩 最近忙什么呢 又来了个案子 各三差五都往外地方 这案子复不复杂 哥们儿帮你参谋他吗 等会了吧你啊 老实待着吧 又不怕给自己惹事了是吗 你要是这么跟我见外 从今晚后你俩过来喝咖啡啊 必须得交钱 双倍 你那咖啡啊 要真冲得跟晓鸥冲得一样好喝 两倍我也认了 你就是嫉妒 我是似水流年的老板 得了吧你啊 当年要是没有我让位 能有你今天吗 这叫命中注定 不服不行 命不是你们俩有完没完呢 好 晓鸥他一定想不到 有朝一日 咱们三个能一起坐在这儿 马上现在店里也没客人了 咱哥仨这天聊得气氛又这么好 你得唱首歌呗 你确定啊 晓鸥说过啊 我唱歌要命 没事啊 我们俩就命硬啊 唱唱唱 你就唱晓鸥最喜欢那首歌 来吧 快点 快点啊 来一个吧 这还不好意思啊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如影随行 无声又无息 无声又无息 触摸在心底 转眼 寸摸我在寂寞里 我无力抗拒 特别是夜里 我 想你到无法呼吸 很不难立即 找你狂奔去 大声的告诉你 严谨 我愿意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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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放逐天际 我愿意回 被放逐天际 只要你珍惜 那爱与我回忆 什么都愿意 什么都愿意 回忆 我愿意回到你